1981年,库布里克因《闪灵》获得金酸美奖的最差导演提名。 在《闪灵》上映之初,这部怪异的恐怖片并未收获太多好评, 但随着时间的沉淀,《闪灵》逐渐获得大众的认可, 并被誉为影史上最伟大的恐怖片。 当然,每个人对伟大的诠释各有不同。 在探寻《闪灵》内核的过程中,有三条线索指引着我。 一是影片最后照片上的日期,1921年7月4日。 这个日期是解开闪灵之谜的关键钥匙。 日期意味着什么?我会放在视频的最后解答。 二是,影片开头,乌尔曼的办公桌上摆着的一本书。 放大后,隐约可以看到金色颜料写成的Red Book字样。 Red Book即红书,是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的晚期著作。 这本书直到2009年,才在荣格外孙的同意下出版。 在出版前,只有20余人阅读过此书。 库布里克可能是其中之一。 他在《闪灵》之后拍摄的全金属外壳, 同样涉及到很多荣格心理学理论。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的上期视频。 三是,我在网上找到一篇库布里克关于《闪灵》的采访。 采访者为法国作家、影评人米歇尔·西蒙。 采访从电影创作者的角度为我解答了很多疑惑。 举个例子,在影片中,数字42反复出现。 我会展现一些数字出现的场景。 想了解的朋友可以暂停观看。 这些数字有意义吗? 采访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库布里克说,他看过一篇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论文。 论文名为Uncanny。 弗洛伊德提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出现各种号码, 比如车牌号、房间号等等。 如果同一号码反复出现, 则会给人制造一种神秘感。 根据这段采访可以推测, 影片中,号码的玄机、桌椅和装饰品的消失。 门开关方向的不同, 这些设计大多是导演为了制造神秘感而使用的手段, 没有深挖的价值。 因此,本次分析的重点会放在心理学层面。 分析开始之前, 我先介绍剧情和一些融歌心理学概念。 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 可以对照简介中的时间轴,自行跳过。 远望酒店坐落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深山之中。 一天, 作家杰克来到酒店面试管理员的职位。 管理员的职责是在酒店关门期间维持基础设施的运转, 以保障来年五月份, 开门时一切顺利。 酒店经理乌尔曼对杰克非常满意。 相谈深欢之际, 他告诉杰克还有一事相瞒。 在1970年的冬季, 酒店发生过一起命案, 凶手是酒店的管理员查尔斯·格雷迪。 他用斧子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女儿, 然后吞枪自杀。 警察最后判定, 格雷迪是因优弊恐惧症才失去理智杀人。 听到这起害人的命案, 杰克毫不在意并接下了工作。 酒店关门的那天, 杰克一家准时到达。 酒店主厨迪克带着温迪与丹尼熟悉厨房。 在食品储存室中, 迪克开始用闪铃能力与丹尼隔空对话。 他告诉丹尼, 闪铃除了可以隔空对话, 还能让人看到过去与未来的影像。 交谈中, 丹尼问到迪克, 酒店的二三七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迪克突然紧张起来, 并警告丹尼不要靠近二三七房间。 一个月后, 一家人虽已习惯了酒店的生活, 杰克在写作上却没有取得进展, 对待妻子的态度也逐渐暴躁起来。 雪越下越大, 电话线路被大雪破坏, 温迪只能用无线通话装置与外界取得联系。 无聊的丹尼骑着三轮, 在酒店里闲逛, 他一直对二三七房间充满好奇, 每次路过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丹尼通过闪铃偶尔会看到一对双胞胎姐妹, 以及她们倒在雪坡中的图像。 杰克也变得怪异起来。 直到一天, 从二三七房间滚出的球吸引了丹尼的注意, 他抵挡不住好奇心, 还是进入了房间。 与此同时, 过路房里的温迪听到了丈夫的惨假, 他急忙跑去确认情况, 发现丈夫正在做噩梦。 被叫醒的杰克告诉温迪, 他梦到自己用斧头将妻儿杀死, 并剁成了碎片。 就在温迪安慰杰克之时, 丹尼含着大拇指走了进来, 他的衣领被撕烂, 脖子上有瘀伤。 温迪怀疑丹尼的伤是杰克所为, 理由是杰克在几个月前喝醉后伤害过一次丹尼, 他愤怒地抱着丹尼回了房间。 杰克因被错怪, 郁闷地来到金色舞厅, 他对着空无一人的吧台说道, 话刚说完, 吧台的对面, 酒保洛伊德出现了。 他为杰克倒上一杯威士忌, 两人像认识了几十年的朋友, 相谈甚欢。 酒汉而热之际, 温迪慌张地跑了进来, 他打破了杰克的美梦, 并告诉他, 是二三七房间里的一个女人伤害了丹尼, 让他去看看情况。 镜头转到狄克家中, 狄克躺在床上, 进入了闪铃状态。 他看到杰克进入了二三七房间, 二三七卫生间里的美女勾起了杰克的欲望, 两人抱在一起, 清热起来。 等杰克缓过神来, 他看见镜中自己正抱着一具腐烂了的尸体。 杰克吓得赶紧跑出房间, 并锁上了房门。 他回去告诉温迪, 二三七房间里什么都没有, 一切都是丹尼的幻觉。 温迪还是坚持全家驾驶雪地车, 离开酒店。 杰克愤怒地斥责温迪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他离开房间回到金色舞厅。 此时的金色舞厅重回1921年, 杰克却像没事人一样与酒宝打着招呼。 他端起酒, 随着音乐起舞, 却被逝者倒了一声淡酒。 逝者领着杰克来到卫生间, 交流中, 杰克得知逝者名叫格雷迪。 格雷迪告诉杰克, 儿子丹尼正利用闪铃能力 请求迪克的帮助, 他需要杰克对丹尼和温迪采取强硬的措施。 杰克为防止温迪向外球员, 破坏了无线电。 另一边, 迪克收到了丹尼的信号, 正在赶往酒店。 第二天早上八点, 母子俩在房间里看着电视, 温迪看杰克彻夜未归, 决定出去看看情况。 他拿着球棒来到了杰克写作的大厅, 看到了杰克的大作。 惊魂未定之时, 杰克出现在温迪身后, 他已经陷入癫狂的状态, 扬言要杀死温迪。 温迪用球棒打晕了杰克, 并将他关入食品储藏室。 因为雪地车与无线电被杰克破坏, 母子俩只能等待救援。 而储藏室的门却被格雷迪打开, 杰克被放了出来。 他拿着斧子劈开了卧室门。 母子两人躲进卫生间, 丹尼从窗口逃走。 温迪则死守卫生间。 两人缠斗之际, 杰克听到了雪地车马达的声音, 他选择了先去解决狄克。 无辜的狄克一脸懵逼地被杰克砍死。 丹尼趁此机会逃入迷宫。 杰克循着丹尼的脚印, 穷追不舍。 聪明的丹尼踩着脚印后退, 并用手扫去自己的踪迹。 杰克跟丢了目标, 迷失在迷宫之中。 丹尼则逃出升天。 最后, 母子二人乘着迪克开来的雪地车, 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 杰克冻死在迷宫之中。 故事的最后, 镜头不断拉近酒店墙上的照片。 照片的正中间, 站着一位与杰克长相一模一样的男人。 此照片拍摄于1921年7月4日。 故事到此结束, 下面是荣格心理学介绍。 荣格认为, 人类的人格由三部分组成, 即自我意识、 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 因解读电影诗, 很少用到前两个概念, 所以不做多余科普。 这里指重点介绍集体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 指人类祖先进化过程中, 集体经验心灵底层的精神成绩物, 处于人类精神的最低层, 为人类所普遍拥有。 在个体一生中从未被意识到, 经由遗传获得。 荣格从用岛打了个比方, 露出水面的小岛是人能感知到的意识, 意识的中心就是自我。 由于潮起潮落而显露出来的水面下的部分, 就是个体潜意识。 而岛最底层的海床, 就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由全部本能及其相关的原型组成。 这里有两个概念, 本能和原型。 本能大家都能理解, 重点介绍原型。 举个例子, 刚出生的婴儿, 眼睛还未睁开, 就能完成吃奶的动作。 荣格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因为婴儿通过遗传, 获得了人类集体潜意识中的婴儿原型。 这个原型指导了婴儿的行为。 同理, 母亲本能的保护后代和哺乳, 也是因为集体潜意识中的母亲原型。 分析本篇主要用到的原型就是阴影。 阴影是潜意识的一部分, 它是由人在自我中不敢面对的部分组成。 它包括了弱点、 欲望、 本能、 缺点和被压抑的思想。 理论介绍到此结束, 我们进入正题。 在采访中, 杰克的阴影被阐述得较为清晰。 我引述一段酷倒的原话。 杰克来到酒店的时候, 心理上已经为谋杀做好了准备, 他的愤怒与挫败感变得难以控制。 作为一个作家, 他是失败的。 他娶了一个自己瞧不起的女人, 他讨厌自己的儿子。 在酒店的邪恶力量操控下, 他很快为满足自己的黑暗面做好了准备。 当然, 除了上述内容, 杰克的阴影中还包含了其他东西, 具体是什么, 我会在后面详细阐述。 酒店利用杰克阴影中为被满足的欲望, 引导出了他的黑暗面。 参考库岛之前的作品, 酒店像极了2001太空漫游中的人工智能哈尔, 他拥有着某种自我意识。 这里Orders from the House看似双关的一句话, 实则道出了真相。 即酒店是灵异现象背后的主导力量。 而与哈尔更为相似的是, 酒店为了阻止自身的毁灭, 才利用杰克去谋杀自己的妻儿。 影片中的格雷迪也是因为女儿想放火烧掉酒店, 而被酒店控制杀死了妻女。 如果我们将远望酒店看作一个类似人工智能的个体, 假设他拥有自我意识与集体潜意识, 那他的集体潜意识中包含着哪些内容呢? 先看看迪克怎么说。 这些地方是像人们。 有些却露,有些却露,有些却露。 我认为你可以说, 这些却露,有些却露,有些却露。 你认为, doc, 如果有些却露,有些却露,有些却露。 狄克所描述的痕迹 就是从酒店建立之初 直到今日 人类在此区域活动所留下的痕迹 这些痕迹进入了酒店的集体潜意识中 而闪灵能力则是联通能力者的自我意识 与酒店集体潜意识的桥梁 丹尼之所以可以看到电梯里涌出的鲜血 不仅因为酒店处于墓地之上 也因为在建立之初 酒店附近发生的小规模战役 使得不少印第安人葬身于此 杀戮与死亡 在酒店集体潜意识中留下痕迹 最终被具有闪灵能力的丹尼发现 丹尼能看到被杀死的双猫胎姐妹 也是同样的道理 酒店集体潜意识中较为重要的元素 就是印第安元素 酷岛不仅原创了印第安墓地这段剧情 还在影片中埋藏了其他印第安元素 负载最表层的当然是酒店印第安风格的装修和饰品 较难发现的还有 两次出现在不同位置的印第安罐头 以及酒店内挂着的 两幅印第安画家 诺瓦尔·莫里索的画作 我这里再尝试挖掘一个 藏得更深的元素 开篇这场戏中 温迪所读之书 名为麦田里的守望者 小说讲的是主角霍尔顿 被学校开除后 不想回家在纽约游荡的经历 从书的厚度可以推测出 温迪读了一半 我在书的16章中找到一段话 说的是霍尔顿准备去纽约的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 在前往博物馆的路上 他回忆起小学时参观过的 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馆 我在网上找到了此馆的照片 远望酒店大厅的装修 与印第安馆有几分神似 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门口 说着美国第26任总统的雕像 罗斯福总统骑着马 他的右侧站着一名印第安人 左侧站一名黑人 据2020年6月份的新闻报道 此雕像将在不久后被拆除 库布里克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人 应该非常熟悉背景为纽约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 以及坐落于纽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在片中夹带私货也属正常 片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桥段 温迪在影片的后段看到了一个熊男 这个桥段的灵感可能同样源自 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原著的25章中 主角霍尔顿来到动物园 看到了一只熊 原文写道 只有一头熊在外面 那头北极熊 另一头棕色的躲在他的混帐洞里 不肯出来 你只看得见他的屁股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片段 这解释了为什么只有温迪看到了熊男 因为影片中只有他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 书里的内容进入了温迪的潜意识 说一个小插曲 在我读麦田一书的过程中 发现此书对库布里克影响颇深 我再念一段小说原文 我们发明了原子弹 这事倒让我挺高兴 要是再发生一次战争 我打算XX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 这段话可能启发库布里克拍出了下面的桥段 说回重点 熟悉闪铃的朋友应该知道 在剧本改编的过程中 原作者史蒂芬金与库布里克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影片上映后 史蒂芬金常在媒体上表达自己对库布里克闪铃的痛恨 在我看来 库布里克只借了闪铃的壳 在壳里加入了自己的东西 接下来 我会尝试解析库布里克在闪铃中的深层表达 我们可以在片中寻找导演反复使用的元素 利用这些元素来解析影片 在闪铃中反复被使用又难以察觉的元素有两个 第一个是镜子 第二个是电视 先说结论 我认为镜子 电视 闪铃 这三者有着类似的功能 它们都是连接自我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通道 具体原因下面说明 先是镜子 影片开头 平静的水面反射出上面的世界 水中的倒影显得更加深邃 幽暗 在面试段落中 我们看到丹尼在对着镜中的托尼说话 这正是他的自我通过闪铃在与集体潜意识进行交流的时刻 与之类似的还有托尼在门上所写的Redrum 让温迪在镜中看到了将要发生的谋杀 然后是杰克在二三七房间中的所见所闻 他在镜外看到的是自己欲望的投射 而在镜中则看到了远望酒店集体潜意识中的真相 再是电视 库岛除了直接在场景里放置电视机或加入画外音 还在台词中隐藏了其他电视元素 先看一段杰克与妻儿的对话 还有隐藏在台词中的电视元素 杰克这句 Here is Johnny 出自当时电视上最火的脱口秀 强尼卡森秀 再有就是杰克砍门前所说的台词 台词出自三只小猪的故事 对该故事最著名的改编是1933年迪士尼制作的动画 动画一经推出即获得成功 而1933年的原版动画中的一个段落 在最新的版本中已被修改 狼人假扮犹太人敲门的场景 在二战后因为政治正确原因被修改 1933年 库布里克五岁 出生于犹太家庭的他 一定看过此片 这样的种族歧视元素 不仅出现在1933年的迪士尼动画里 甚至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种族歧视在卡通中也屡见不鲜 比如电影中提到的华纳兄弟的IP兔巴哥 这些歧视性的卡通片通过电视网络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与丹尼年龄相仿的儿童 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的潜移识中灌输偏见 而掌握着话语权的大佬们 就是乌尔曼口中所说的 All the best people 所有最出色的人 如果我们将美国 看成是一个建立在印第安墓地上的大型酒店 千家万户的电视 就是远望酒店的镜子 镜子连通着远望酒店的集体潜意识 电视则连通着全美所有人的集体潜意识 控制电视播放内容的人 就是美国最出色的人 这些人同样控制着远望酒店 杰克作为管理员签下了一纸契约 他必须帮助酒店的主人们 掩盖酒店历史上血淋淋的真相 他需要消灭那些外人 以避免酒店被毁灭的命运 Did you know, Mr. Torrance that your son is attempting to bring an outside party into this situation? Who? A nigga Cook Cook Does it matter to you at all that the owners have placed their complete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me and that I have signed a letter of agreement a contract in which I have accepted that responsibility You have the slightest idea what a moral and ethical principle is Do you? 酷道在采访中表示 现在的杰克是1921年杰克的转世化身 我前面提到 解开闪灵之谜的关键钥匙藏在最后的照片中 库布里克在照片里埋了两个信息 一是杰克拍照的pose 二是照片拍摄的日期 有人说杰克的pose很像恶魔巴风特 其实此事还有蹊跷 1832年 美国国会为庆祝国父华盛顿诞成100周年 邀请雕塑家霍雷霄 创作一座华盛顿的雕像 该雕像于1840年完工 并展出在国会大厦的原型大厅中 从图中可看到 雕像的姿势与巴风特极为相似 而巴风特的画像 是由法国神秘学家李维 在1856年所画 比1840年晚了16年 也就是说 雕像在前 而巴风特像在后 与其说杰克的姿势像巴风特 不如说他的姿势像美国的国父 华盛顿 导演用杰克按指国父 暗示杰克身上背负的血债 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 这些血债进入了杰克祖辈们的集体潜意识 并遗传给了杰克 佐证我分析结论的就是照片上的日期 7月4日 即独立宣言签署的日期 美国的国庆日 1776年7月4日 独立宣言由约翰·汉考克签字生效 独立宣言开宗名义的阐明 一切人生而平等 具有追求幸福与自由的天赋权利 现在看来 独立宣言中的人并非我们所理解的人 你未曾察觉之事将引导你的人生 而你将其称为命运 卡尔荣格 作为白人的杰克 从未察觉其身上所背负的血债 这些血债进入了杰克的阴影 所以他逃脱不了杀害妻儿的命运 这是杰克的秘密 也是格雷迪的秘密 影片结尾 导演更改了原著的结局 酒店并未被烧毁 他依然冷冰冰地住立在坟地之上 等待着下一位转世化身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